生命纪 第六章 以下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吩咐我教导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 使你们在将要过去占领为业的地上遵行 好叫你和你的子子孙孙一生一世 敬畏耶和华你的神 遵守祂的一切律例、诫命 就是我吩咐你的 使你的日子可以长久 以色列啊,你要听从,就谨守遵行 使你在流奶与蜜的地可以享福 人数大大增多 向耶和华你列祖的神应许你的 以色列啊,你要听 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耶和华 你要全心、全性、全力爱耶和华你的神 我今日吩咐你的这些话 都要记在你的心上 你要把这些话不断地教训你的儿女 无论你坐在家里或行在路上 或躺下或起来的时候都要谈论 你也要把这些话系在手上做记号 戴在额上做头戴 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柱上和城门上 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他向你列祖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 岂是应许给你的地 那里有不是你建造的 又高大又美丽的城市 有装满各样美物的房子 不是你装满的 有凿成的水池 不是你凿成的 还有葡萄园和橄榄园 不是你栽种的 你可以吃 并且吃得饱足 那时你要谨慎 免得你忘记了耶和华 就是把你从埃及地 从维奴之家领出来的那一位 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 要侍奉他 奉他的名启示 不可随从别的神 这是你们周围各民族的神 因为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 你们的神 是祭邪的神 恐怕耶和华 你的神向你发怒 就把你从这地上消灭 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 你们的神 像你们在马萨试探他一样 要谨慎遵守耶和华 你们的神 吩咐你的诫命 法度和律力 耶和华 看为正为好的事 你都要去行 使你可以享福 并且可以进去占领耶和华 向你的列祖启示 应许的那美地 照着耶和华说过的 把你所有的仇敌 从你面前赶逐出去 日后 如果你的儿子问你 耶和华 我们的神 吩咐的这法度 律力和典章 有什么意思呢 你就要对你的儿子说 我们在埃及 曾经做过法老的奴仆 耶和华 却用大能 把我们从埃及领了出来 耶和华 在我们眼前 把又伟大 又厉害的神机启示 行在埃及 法老 和他全家的身上 却把我们 从那里领出来 为要领我们进入他 向我们列祖 启示应许的地 要把这地赐给我们 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 这一切律力 敬畏耶和华 我们的神 使我们常常得享福乐 使我们的生命得着保全 像今日一样 我们在耶和华 我们的神面前 如果照着他 吩咐我们的 谨守遵行 这一切诫命 这就是我们的义了 请不吝点赞